父母逼已成年的儿子自力奔生 儿子竟对父母瞎狠话 老不死的 你们生了我 就要养我一辈子 啃老儿子不知悔改 父母走投无路住进养老院 儿子再次找上门耍横 这回再不给我钱 我就打死你们两个 父亲忍无可忍杀死儿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家里悲剧 啃老儿子毁了家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10月的一天傍晚 某派出所突然接到当地养老院的报警电话 只听报警人在电话里惊恐地喊道 一个老爷子把亲儿子杀了 你们快过来吧 民警火速赶不现场 只见在养老院房间的地板上 躺着一名年轻男子 身中树道 浑身是血 已经没了呼吸 年轻男子不远处 年轻男子不远处 还躺了一位老大爷 腹部也中一刀 已经昏迷 一位老大妈抱着他的头 哭得痛不一声 很快 救护车也赶到了 直接将老大爷拉去医院抢救去 据养老院工作人员介绍 昏迷的老大爷 人称老王 死亡的年轻男子是他的亲生儿子 儿子是被老王用水果刀捅死的 捅死儿子后老王又想自杀 被周围人及时拦住了 随后养老院报了警 并拨打了急救电话 经医院抢救 老王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醒过来的老王依然情绪激动 只要以死偿命 经过民警耐心劝慰 老王的情绪才得以平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老王要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王军 痛下杀手呢 早年间 老王的家境不错 自己是某国企的高管 妻子是名医生 收入都很可观 正由于此 夫妻俩对独生儿子王军 从不吝啬 向来是儿子张口要什么 夫妻俩就给买什么 而在孩子教育上 夫妻俩不但为儿子请了保姆 专门赐好儿子起居 让儿子专心学习 还为儿子请了许多的家教 辅导儿子的功课 儿子王军倒也不负众望 先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的一所名牌大学 后来又到国外某著名大学 攻读了硕士 学成后回国 应聘到了一家跨国公司工作 讲到这儿呢 想必大家都开始羡慕老王 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了吧 而老王呢 自然是骄傲得不行 逢人就夸儿子 一夸就停不下来 可慢慢的 老王就不再主动夸儿子了 即便别人问 他也很少言语 还不住地哀声叹气 这就是为何呢 原来呀 老王的儿子王军 进到跨国公司不久 就因为领导的一句批评 辞职不干了 后来呢 王军又换了一家大公司 又因为不善交集 受到同事的排挤 愤而辞职 在这次之后 王军就不再去找工作了 整日窝在家里 天天伸手向父母要钱花 王军花钱呢 不但大手大脚 还理所当然 总说呢 父母的钱早晚都是他的钱 他花父母的钱 就是在花自己的钱 老王怎么也没有想到 顶着海归精英光环的儿子 竟然成了啃老子 一想到这儿 他就气不大意出来 可仔细想想 儿子变成如今这样 跟老王夫妻俩 此前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此前夫妻俩 只重视儿子的学习 很少让儿子参加社会活动 因此呢 儿子人际交往能力很差 另外 即便儿子做错了什么事情 说错了什么话 夫妻俩呀 也很少去批评儿子 生怕伤了儿子的自尊心 这才导致儿子受了挫折 连别人的批评也受不了 既然儿子受不了别人的批评 干脆呀 让他自己当老板 而恰在这时呢 老王得知了一个小广告公司 要转让的消息 他赶紧以儿子王军的名义 接了手 还给了儿子20万元运营资金 起初儿子倒也很有兴趣 可没干几天就烦了 说懒得应付烦人的客户 随后 儿子把公司的事情都交给了员工处理 当起了甩手掌柜 有时大半个月都不漏一秒 广告公司惨淡经营了半年 赔了二三十万元 最后只好关门打击了 老王对儿子王军是恨铁不成钢 但这时老王想到了一句古话 成家立业 先成家后立业 老王想不如先给儿子娶个媳妇吧 没准儿子就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了 那么老王的计划能实现吗 拿定主意后 老王夫妻开始到处托人给儿子说美 很快呢 儿子就相中了一位姑娘 身材好 人也漂亮 没多久 两人就结了婚 婚后 儿子依然不去工作 儿媳见丈夫不去工作 自己也不去工作了 学着丈夫的样子 也伸手向公婆要钱 老王夫妻甭提多郁闷了 原来只养儿子一个人 现在还要养儿媳 而没多久 儿媳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抱上了孙子 老王本该高兴 可以想到今后养孙子的重担 又要落在老两口身上 他就愁眉不展 此后 儿子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 全向父母要 每月少则五六千元 多则上万元 老王夫妻成了为儿子一家三口打工的了 更可气的是 儿媳妇的父亲过六十大寿 儿子竟还向父母要礼钱 还张嘴就是十万元 老王一听就急了 想要直接拒绝 又怕得罪亲家 只好勉为其难地 给了儿子一万元 可谁成想 儿子嫌钱少 说呀拿出去丢人 非要老王至少给六万元 老王彻底愤怒了 生气地对儿子说 你要嫌一万块钱少 你就别要 有本事啊 你自己挣钱去 儿子听后 恶狠狠地瞪老王一会儿 然后愤愤地冲老王 嘟嘟去 老不死的 接着就 重重地关上房门走了 被儿子啃老 还被儿子骂老不死的 老王非常地痛心 心想 自己养的哪是儿子啊 分明是仇人 老王痛令死痛 决心逼迫儿子出去找工作 让自己早日摆脱 被啃老的处境 王军留学归来 不思进取 父母决心逼迫他 重新寻找工作 他竟然耍起了横 老不死的 你们生了我 就要养我一辈子 父母无奈决定卖房养老 儿子为砸器砸车砸房 还殴打父母 这回再不给我钱 我就打死你们两个 老不死的 父母无奈躲进了养老院 儿子依然不肯善罢甘休 啃老儿子毁了家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怎么逼迫儿子去找工作呢 老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儿子除了老婆孩子外 最喜欢自己的车 经常开着车去兜风 而这辆车呢 是儿子刚回国时 老王花了二十多万元 给儿子买的 老王就想以车 邀请儿子 说如果儿子 再不出去找工作 他就收回儿子的车 可儿子 一直当耳旁风 这天呢 老王生气了 他用备用钥匙 打开了儿子的车 然后开着车 直接到了二手市场 直接把车给卖了 儿子王军知道这件事后 怒不可 直接拿着锤子 将父亲老王的车 玻璃给砸了 这还不解气 王军呢 又跑到父母家 打砸了一桶 电视机和冰箱啊 都被砸坏了 老王赶忙阻止 不想儿子急了眼 竟跟他动起了手 还抡起一个酒瓶 冲他脑袋 梦子砸了一下 顿时 老王的脑袋开了花 鲜血支流 老王媳妇吓坏了 赶忙打电话报警 然后 老王被送往医院急救 儿子王军 被派出所拘留了 老王头上的伤 并无大碍 可经过这件事情 老王父亲的心 却伤透了 辛辛苦苦养了 三十年的儿子 竟然养成了白眼狼 夫妻俩暗自伤心 同时 他们也开始反省 认为是夫妻俩早年 对儿子的事情大包大了 又有求必应 种下了恶果 儿子依赖惯了 没有自立能力 就像一个巨婴 虽然早就是成年人了 可心态却还像个孩子 夫妻俩现在活着 还能供给儿子一家吃喝 可以后呢 万一夫妻俩病了 或不在了 儿子一家怎么办 若还不趁儿子现在年轻 赶紧给其彻底断奶 将来日久天长 再想改造儿子 就更难了 为了让儿子王军彻底独立 老王夫妻俩决定夺起来 让儿子再也找不到 他们要钱 那么老王夫妻俩 打算去哪儿呢 王军是否能改过自立呢 原来呀 老王夫妻一直有个打算 那就是退休后 去环球旅游 如今两人呢 都退休了好几年 环球旅游呢 却一直没有成型 主要是因为 放不下一事无成的儿子 另外呢 两人的积蓄 也快被儿子花光了 不够支付环球旅游的开旨了 最后老王夫妻俩一和解 决定啊 卖房去完成 环球旅游的心愿 剩下的钱呢 留着去养老院养老 主意拿定 老王出院后 就直接去了房屋中介 要卖自己的房子 可却不成想 儿子王军知道父亲要卖房后 再次找上门来 说房子是自己的 父母不能卖 老王一听就火了 这房子是自己买的 房产证上也是自己的名字 儿子凭什么说是他的呢 原来啊 儿子的意思是 父母死后 房子啊 就是他的了 他要求父母啊 必须将房子留给他继承 不能现在买 儿子还放狠话说 如果父母执意要卖房 他将来啊 就不养父母老 老王听后一阵冷笑 他们夫妻早就不指望 儿子养老了 儿子将来 如果能养活自己一家三口 他们就知足了 烧高香了 老王根本不把儿子威胁当回事 还冲儿子大喊道 我的房子我做主 我爱卖就卖 你管不着 儿子急了 又要跟父亲老王动手 老王媳妇一看不好 赶紧使出浑身的力气 将儿子推出了家来 卫房儿子因为卖房一事 再上门吵 老王果断降价卖房 很快房子就卖出去了 所得卖房款320万元 随后老王夫妻就用这些钱 开始了环球旅游之旅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老王夫妻俩走遍想去的地方 之后又回到家乡 两人在当地找了一家条件较好的养老院 打算安享晚年 可没想到 有一个人却三天两头去打扰他们的清静 而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儿子王军 其实啊 老王夫妻在外旅游期间 儿子就没少给他们夫妻俩打电话 其中呢 两人还偶尔接听电话 可电话刚接听 儿子就怒气冲天地冲两人大喊 让两人把卖房钱转账给他 夫妻俩一听 儿子满脑子想的还是向父母要钱 生气的 再也不接儿子电话了 可心里还是时时挂念儿子一家的 经常啊 会向亲朋好友打听儿子一家的近况 老王夫妻是做梦都希望儿子 赶紧找份正当的工作 好好干下去 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可惜 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这天晚上 老王夫妻正在屋里看电视 突然听到猛烈的敲门声 只听来人高喊道 老不死的 赶快开门 老王一听声音 就知道是儿子王军找上门了 想必是儿子 从亲戚朋友那儿 打听到了老两口的住处 老王只好皱着眉头 打开了房门 儿子一身酒气地走了进来 进来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还把两个脚放在了茶几上 老王问儿子来干什么 儿子听后先是哼了一声 接着阴阳怪气地说 你说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要卖房钱了 你把该留给我继承的房子卖了 难道还不想给我钱吗 老王一听儿子又提起了卖房钱 当时火气就上来了 冲儿子喊道 我的房子我做主 卖房钱一分都不会给你 儿子一脑了 一脚踹翻了塔几 说今天拿不到卖房钱就不走 老王媳妇赶忙对儿子解释说 卖房钱都被他们环球旅游花光了 现在他们手里也没钱 可儿子却说 不管父母有没有钱 即便是出去借 父母也要把卖房钱凑齐地给自己 老王的肺都快气炸了 他上前狠狠地给了儿子一巴掌 冲儿子怒吼头 打死你个白眼狼 我们养了你三十年 供你读书 留学 起媳妇 这还不够吗 老王本以为自己这么说 儿子会感到羞愧 可不想 儿子不但一脚将老王踹倒在地 还理直气壮地大喊道 你们生了我 就要养我一辈子 说吧 儿子王真还猛地用脚踢老王 老王媳妇赶忙阻止 也遭到了儿子的拳打脚踢 因为动静太大 养老院的保安很快赶了过来 这才阻止了王军继续对父母施暴 随后 王军被保安驱赶出了养老院 儿子多次索要卖房款不成 就辱骂殴打父母 父母想出了一招 委托律师带自己向法院起诉儿子 虐待罪 儿子被激怒 再次到养老院殴打父母 父亲彻底绝望 他伸手拿起茶街上的一把水果刀 拼尽全力朝儿子腹部疯狂地刺去 儿子王军被刺死 老王陷入昏迷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 啃老儿子毁了家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自从上次找上门后 儿子就隔三差五 到养老院找父母要卖房钱 不给就对父母非打击马 一次儿子王军 竟然拿着一个木棍冲进了父母的房间 进门就冲父母大喊 这回再不给我钱 我就打死你们两个老不死的 说吧 江木棍在父母面前晃了晃 老王媳妇吓得浑身打哆嗦 还哭出了声音 老王直觉地浑身发了 眼前的哪是亲生儿子啊 分明是有血海深仇的仇人 老王一生气就豁出去了 一边用头撞儿子 一边冲儿子高喊 你打 你打 朝我脑袋打 见儿子王军迟疑了一会儿 老王以为儿子并不敢打死自己 可不想 紧接着儿子就抡起木棍 朝老王的身上乱打起来 很快 老王倒在地上 疼得直打滚 幸亏 老王媳妇拼尽全力拉住了儿子 并喊来养老院的保安相助 不然老王性命堪忧 随后 养老院拨打了急救电话 并报了警 老王很快被送往医院救治 而儿子王军直接被民警拘留了 经过诊断 老王断了一根肋骨 内脏轻微出血 躺在病床上 老王拉着媳妇的手 掉下了眼泪 看来 儿子已经丧心病狂 到认前不认爹娘的地步 照这样下去 老两口早晚要被儿子打死 这该怎么办呢 老王夫妻俩实在过够了 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 他们想着 要是有人能约束下儿子的行为就好了 可谁有能耐管得了儿子呢 这时他们想到了法律 于是聘请了律师 那么律师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老王夫妻 就儿子王军的行为 咨询了律师 律师认为 王军涉嫌虐待罪 那么什么是虐待罪 王军的哪些行为符合虐待罪呢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点 虐待罪 虐待罪是指经常以打骂 禁闭 捆绑 动恶 有病不给治疗 强迫 过度体力劳动等方式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进行肉体上 精神上的摧残 折磨 情节 恶劣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虐待 具体是指 经常以打骂 动恶 捆绑 强迫 超体力劳动 限制自由 凌辱人格等各种方法 从肉体 精神上迫害 折磨 摧残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行为 虐待行为 有别于偶尔打骂 或者偶尔的体罚行为的明显特点是 经常 甚至一贯进行的 具有相对连续性 虐待行为 必须是情节恶劣的 才能构成犯罪 情节恶劣 指虐待的动机卑鄙 手段凶残 虐待年老年幼 病残的家庭成员 或者长期虐待 屡教不改的等等 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是指 由于被害人 经常的受到虐待 身体和精神 受到严重的损害 或者导致死亡 或者不堪忍受 而自杀 本案中 王军多次辱骂 殴打亲生父母 还打断了亲生父亲老王的一根肋骨 情节非常的恶劣 其行为符合虐待罪 老王听完律师的解释 就当即委托律师 带自己向法院起诉儿子 虐待罪 很快 法院立案了 儿子王军不久 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老王本以为儿子收到法院传票后 会感到害怕后悔 开始收敛自己的不当行为 并向他们主动承认错误 祈求原谅 然而结果却是冤 隔天傍晚 老王正在养老院的花园里 跟人下棋 突然有人对他高喊道 老王 不好了 你儿子又来了 老王顿时一惊 手里的棋子都掉地上了 他赶忙起身 慌慌张张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还没走到房门口 老王就听见妻子 撕心裂肺地哭喊声 他快步走进屋里 只见妻子 劈头散发地坐在地上 满脸泪水 儿子王军 正对他拳打脚踢 嘴里还不住地叫嚣着 你们竟然敢告我 是活腻了吧 老王立刻打了 这样任由儿子打骂的日子 他真的是过够了 突然 他有了要跟儿子 同归于尽的想法 于是 他伸手拿起插机上的一把水果刀 拼尽全力朝儿子腹部疯狂地刺去 一刀又一刀 直到儿子倒立不起 老王看着地上痛苦声音的儿子 无限悲凉 他和妻子总算可以摆脱儿子这个吸血鬼了 可却是通过杀了儿子这种方式 老王知道杀人要偿命 只是舍不得妻子 在跟妻子说了几句保重后 他突然将水果刀朝自己的腹部刺去 正要此第二刀是 被妻子死死地抱住了胳膊 夺下了水果刀 老两口抱头痛苦 而没多会儿老王就昏迷了过去 老王妻子让身边的人赶紧报警 并叫救护车 紧接着便发上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民警接到养老院的报警 赶到现场时 儿子王军已经死了 老王昏迷 随后老王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 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经法医鉴定 王军是因为被刺穿腹部肠细膜 根部血管 引起失血性休克而死 儿子意外死亡后 老王状告儿子虐待罪的案子终止了 随后 检察院以老王涉嫌故意杀人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 老王作案后自杀未遂 醒来后无拘捕行为 还如是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可视为自首 且被害人王军的母亲 妻子都对其表示谅解 请求对其重庆处罚 法院依法对其重庆处罚 判决老王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老王对儿子死非常自责 后悔一怒之下杀了儿子 同时他更后悔早年教育儿子方法不对 什么都大包大揽 结果让儿子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观众朋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最好的老师 家庭教育的责任 重在教孩子做人与做事 时时都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的孩子 最容易被困难压倒 走上社会后 一旦遇到挫折 就可能一决不战 报案中的儿子王军就是一例 随时海归精英 却连别人的一句批评都接受不了 另外 浇灌纵容 对孩子的错误避重就轻 会让孩子长大后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而这些被精心伺候的小皇帝 长大后很可能会变成可怕的大恶魔 报案中的王军就是一例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父亲收到短信 称其女儿被绑架 父亲却怀疑女儿恶作剧 父亲报警找到女儿 发现发勒索信息的竟是女儿网恋男友 15岁女孩原和恋伤30岁男友 绑架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赌徒的报复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